几步外的宫门拐角处,蓝湛一袭白衣,墨发高树,一手拳头握紧,面容沉冷。 大约是前世爱得太深了,最后又被伤得彻底,所以有些人和事早就捐刻进了心底,很难消了。 太子殿下 魏苏的说话声,打断了魏英的思绪。 随后魏苏和魏英朝蓝湛行礼,太子殿下 蓝湛这一路看着魏英走来,目光不由地眯起。 从前见到他的时候,魏英都会高兴地喊他蓝湛的,现在喊着一声太子,其实没什么,只是为什么他感觉魏英变得疏离了。 嗯,蓝湛薄纯清明,目光浅浅落到魏英身上。 之前,侍卫跟他禀告,说魏苏,魏英一大早就进宫了,他知道他们两人进宫的目的。 昨日魏英抗旨拒婚,他自己不进宫领罪的话,还是会有人会抓他进宫定罪的。 大婚仪式未成,原本他应是高兴的,只是不知怎的,昨晚他却睡得很不好。 一晚上辗转反侧,一闭上眼脑海里就会出现白日在将军府的画面。 魏英一身大红洗衣,掀开头顶的盖头,一脸冷漠地对自己说,蓝湛,我不嫁了。 他猛然惊醒。 他不明白,从前明明他是很想要嫁给自己的,怎么喜觉都抬到门口了,他却后悔了。 真是的,他凭什么后悔? 魏苏看了他们一眼,叹了口气魏英,你们好好聊聊,好。 魏英敏唇。 目送魏苏离开后,视线又一回到眼前的人脸上。 他知道蓝湛此时前来一定是来过问自己和皇上所谈的内容,于是不等他开口, 就主动说道,太子,皇上已经同意我回婚了,不久之后,内务府便会宣告你我二人合离之事。 这样的结果,蓝湛其实早已知晓了。 他们二人前脚刚踏出沁月殿,后脚就有人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。 明明大婚一事未成,现在到好,直接合离了。 蓝湛的目光在魏英脸上游离了会,问你是不是做了什么? 魏英心底一颤,皇上没有追究自己的罪过,他应该觉得很失望。 皇上仁慈,不和我计较,只是将我二叔贬为平民而已。 魏英冷冷地说道,蓝湛心里咯噔了一下。 明明来此之前,他有很多问题想质问魏英的, 然而刚才看到他难过的模样,怎么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? 难道毁婚的人不是他? 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? 蓝湛冷眼从他脸上离开,口里冷漠地说着,心里却沉着有些不适滋味。 他这反应,魏英早猜到了。 从一开始,他就一直很抵抗这门婚事,前世让自己嫁进东宫,大约是有利于达到他那些不为人知的目的。 他贵为太子,却一直不受皇上宠爱,哪怕已是太子了, 却仍旧依依依不挠地为坐稳那个皇位而秘密地布局谋划着。 明着不和人争,实则韬光养晦,一切只为得到他想要的。 前世就是这样,他想要的,就没有得不到的。 前世帝王之尊,以及他心爱之人全得到了。 反而前世,自己没能早点看懂他,直到死了才恍然大悟。 众活一次,他时时提醒自己,不要被表象迷花了眼,不要被他利用,不要对他动情。 魏英清晰一口气,太子若无其他的事,我就先走了。 说完,提布就要离开。 蓝战好似反应过来了,伸手拽住他的胳膊,先把话说完再走。 从前魏英追着他不放的时候,蓝战看到他就厌恶,哪怕是在前世他们大婚之后,他依旧不愿和他见面。 似乎是察觉到魏英落在二人胳膊上的目光,蓝战松开了手,本王问你的问题,你还没回答,他怎么会轻易饶了你抗旨拒婚的罪? 魏英心里冷笑了一声,果然这才是他原来的样子。 现在碎了太子的心愿,不用娶我,以后不必再与我两看相厌,不是很好。 魏英本就没打算跟他说太多,太子只需知道,今日之后,你我二人就是陌生人,我不会再纠缠于你,不会同你再有任何的瓜葛,你当开心了。 话说完,蓝战本就沉冷的脸色,顿时血色消失殆尽。 魏英,欲擒故纵要有个限度,本王耐心有限,别以为本王不会和你合理。 除此之外,他找不到任何他此刻反应异常的任何疑点。 魏英看着他看自己的那厌恶表情,魏英忽然有些释然了。 他轻笑一声,信不信随你好了,魏英看着他看自己的那厌恶表情,魏英忽然有些释然了。 他轻笑一声,信不信随你好了,因为,他已不值自己去爱了。 蓝战手心钻紧,你说得倒是轻巧,你自己择得干净。 那你有没有想过,你毁婚仪式传出去,本王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? 皇家的脸面,又该何在? 蓝战自小养尊处优,所有人不乏卖力奉承讨好他,所以他的性子会有些傲慢。 方才,他说那些话的时候,脸上却带着一些愤恨的表情,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,魏英曾以为他其实没有那么讨厌娶自己。 又或者,他觉得娶自己并非百害而无一利的。 然现在,他才发现那都是自己错觉。 原来,之所以愤恨,只是因为他害怕成为别人的笑柄。 若不然,魏英漠然地扯了扯唇角,难道要和前世一样,因着自己的执念,苦苦地遥望着那道永远不可能爱自己的人。 魏英的内心非常气愤,然后,魏英恶作剧地说,若太子怕被人笑话,那要不,我现在就去跟皇上说,我不退婚了,大婚仪式照旧。 蓝战,不需要。 卫英冷笑,太子既怕成为笑柄,又不想与我完婚,你到底要我怎样? 这话应该本王来,问你才对。 蓝战脸上,有着一层凉凉的寒霜,卫英,你到底想怎样? 除了退婚,别无选择。 卫英淡淡说道,这婚不得不退,卫英亦没有第二条路能选了。 此时,蓝战看到卫英脸上那一抹冷漠之中,透着坚定的表情时,他忽然觉得,卫英心里已没有他了。 他真的要悔婚,到底为了什么? 莫名的,他觉得心里有些发色,恶毒的话,随口就说了出来,要是你当初不死皮赖脸,去让皇上赐婚, 又怎么会有这么多后面的事情? 当初,这一世为何要嫁给太子,卫英已记不清了。 记得前世自己嫁给他,结果就是相看两气,殷气相杀。 最后,蓝战得到了他想要的位置,抱得了美人归。 而自己,却落了个凄凉自尽惨死的下场。 思绪游离着,卫英抬头看向向宫城门之外二叔在等着自己。 卫英想,不能让二叔等太久了。 太子,你现在这般质疑我毁婚,难不成你不想让我退婚,不舍得与我退婚了? 卫英语气里透着讽刺。